我的是苗栗风筝节邀请民众假日同欢 我用的讯息是风筝 三五好友聚在一起玩桌游 台师大与中佳宽评持续合作推广媒体素养 今年透过桌游工作方的举办 再推出两套媒体素养的主题桌游 假新闻查核桌游的设计成员指出 玩家可透过卡片上所提供的图文线索 来判读资讯中哪里怪怪的 借以学习如何从细微线索中来辨别真假 标信利益这一款桌游 主要就是玩家会扮演记者的角色 然后会透过观察新闻事件的图片 会得到一些线索 然后最后对这个新闻事件下出他的标题 那其中比较有特色的部分是 这些题是有可能是有对有错的 只有像是新闻记者在搜集讯息资料 或是阅听人在观看讯息的时候 都一样是有可能有对有错 那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大家能够 透过自己多方观察 然后搜证资料 查证之后最后才能够得到最精准的事实 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大家写出来的标题都会很好笑 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很离奇 但又蛮合理的一些叙述出现 然后可能最后发现答案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一回事 可是配上那个新闻事件图片就非常非常的合理 这CH03就是公共频道 跟一般频道上 看你想要把你的贴文发布在公共频道 或者是一般频道上 好那假设我今天要放一般频道 另外一套媒体禁用权主题桌游 玩家则透过扮演影音创作者 产制不同类型的影音内容 获取更多的声量 模拟当代新媒体环境可能遭遇的状况 那我们设计这款游戏的目的呢 一开始是希望可以推广公用频道 让大家认识它的存在 知道它有什么好处 以及它目前遇到的一些困难 那在游戏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让玩家们扮演创作者 他们会在这个一般的频道上面 以及公用频道上面去发布他们的一些内容 那这些贴文或是内容 会因为一些就是情况的发生 所以它热度会上升或下降 那上升下降就会影响到他们最后的流量 那最后的这个流量或声量 就会是他们的获得胜利的得分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就会有一些策略的取舍 像是炒作或者是 可能过气的情况等等 那他们就会体验到 就是在真实世界中的创作者 所面临的困境或者是一些取舍 那游玩的过程中 玩家们可能会逐步的发现 就是虽然在一般的盈利频道里面 可以获得很多或是很快速的就是红利或是声量 但如果遇到一些就是平台的政策改变 或者是一些外力的影响 可能就会 它发生的管道就会被打压或是局限 那如果透过我们的公用频道的话 就可以有一个很公平 而且是已经可以被看见的有保障的管道 然后他们依靠自己的创意 去设计出了两款游戏 然后在这两款游戏里面 我觉得必须很自豪的说他们做的游戏 并不是我们常见很多人会去做的套版型的桌游 也就是已经拿现有的游戏模板 把他想要讲的东西塞进去 然后把配件的名称改成 这就是频道 把那个配件的名称改成 这就是媒体公司 他们是自己从零开始去做出了这两款游戏 所以我会期待大家 很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玩一下 台师大也积极将玩桌游 选媒体素养 推广到校园中 受到师生的喜爱 我原先的时候 炳红老师和惠惠他们带了一组桌游来 结果所有的小朋友 就等了学习的那一堂课 然后惠惠他们带了六个助理来 然后炳红老师来那边 一来就是一整天 然后不管这个刮风下雨 我记得有几次 季庸真的是下雨 但是我们的学生有没有发现 没人缺席 而且大家玩完玩 玩到了以前每次上课 同学们都会讲说 因为我们学校蛮大的 所以男生有时候上课 他们就会觉得 哦上课他们就要离人走 可是他们玩桌游的时候 是玩到都已经课 下一堂课都开始 他们都没离开 上到中午了 他们还在那边玩 然后最后他们还会拍照 然后他们赢了这样子 那后来等到每一次上完这个桌游课之后 我就会跟同学们再了解一下 他们到底在上一堂做完什么 你要知道说游戏这件事情 对于像这些理工老的人来说 其实那个植入还蛮有效的 媒体素养要深植人心 要进入每一个学生的daily life 那我觉得也许用游戏的方式 是一个不错的角度 台师大表示 也欢迎民众到计划粉砖 台师大媒体素养教育基地 活动推广计划 或台师大媒体素养教育基地 媒体禁用计划 申请下载列印游玩 从游戏中来提升媒体素养力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